話說上星期我在淘寶買了一個唱機神器回來 我看到挺有趣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立刻開箱 整個麥克風包裝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包裝 這裡寫著調音麥克風 我今次選了這個金色 這就是買一支麥克風的價錢 好像八十多元 即為港幣一百元鬆一點 看看包裝 打開盒子 整支麥克風和說明書 這裡有一個說明書 另外有一些線 看看什麼 它是包了充電線 這個應該是連接你自己本身的耳機用的 這裡還有一條綠線 叫做錄音線 是類型的插頭 加上USB插頭 連同一條綠線 另外它也送來耳機 不過不知道好不好聽 你們看不清楚 這字太小了 完全拍不到給你們看 完全拍不到給你們看 你們看不清楚 你們這些BillyBocker 是這樣的 搞笑 完全拍不到這字給你們看 你們都來聽我說 聽我說一次 其實整支麥克風 總共有五個開關 不是 是六個連同最重要的開關 第一個掣 介紹這個掣 這個掣 整個麥克風的開關掣 開了 看到這裡有一點藍色光 代表有電 還有開了 現在先關掉 第二個 就是上面 這兩個掣 是什麼 這個是低音掣 一個是高音掣 其實我未用過 不知道作用是什麼 和分別在哪裡 可能試了麥克風之後 再和你們分享一下 究竟有什麼分別 下面那兩個掣 一個是教音量 另外還有一個混音掣 混音掣那個 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最後就是 最後這個小小的掣 這裡寫著 iOS和Android 如果你用開什麼手機 就是用這個模式 下面就是用Android 上面 它上去就是用Apple 整支麥克風大概是這麼多 最後就是屁股這個位 這個是一個 應該是耳機插頭 我看好有兩個 應該是分左右 應該是 除非不是 然後中間這個 是充電的插頭 這個是普通LSB插頭 整支麥克風大概就是這麼多 剛才研究完一段 我應該都懂得如何控制 這裡有一個屁股的位置 其實最主要就是 將這一條 這條叫做錄音線 插上這個USB頭 插在這裡 插在這裡 然後將這個頭 插在自己手機上 如果你是用iPhone7 iPhone7 iPhone7對上的 好像不是用插頭 來聽過的 好像是用另外一個 好像是充電的 iPhone的充電 來聽過的 如果是那個 我想應該要買一個 轉換器 因為我現在這一部 是iPhone6 所以 對我沒有什麼影響 按照這個位置 就可以直接插進手機 就可以用 插完那條錄音線 最後就是把你現在 需要用的耳機 那個尾尾 插在我現在拍攝影片 這個手機上 那個尾尾 都是這個尾尾 把這個尾尾 插進其中一個洞 就可以用 整個 很簡單的安裝 就完成了 開完 開了 可以連接 音箱 喇叭 然後也可以連接 本身的Mac機 或者是普通的主機 都可以 基本上 你如果是用Apps 就像我剛才的插法 就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再不明白 這裡也有一個很詳細的說明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買的話 都不會難的 因為有導體 除了這個麥克風之外 我就加了50元 買多了支架 整個支架的樣子 就是這樣 我現在先看一看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 隔 防震 好像是防震用的 可能現在的麥克風 聲音 會搶得大一點 有一點都會拆 這個就可以幫助到 麥克風在後面 通常六個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塊 這個是用來夾著手機用的 這個是用來穩定你的麥克風 這支麥克風 拆進去這個位置 令整支麥克風更穩定 這個是固定器 可以拆開給大家看 是這樣的 我現在還未懂得玩 這裡是支架的 整支麥克風 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同樣都是支架 這裡有一條是這樣的 頭是 另外一個是圓形的 這個也是要研究了 看看怎樣裝 才可以給大家知道 還有一塊東西的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支架就會好像變成這樣 裝了之後是變成這樣 最後這個夾 應該是夾著桌子用 你去到哪裏就夾到哪裏 看看你玩的時候 在哪裏玩 這個多數都是用來夾桌子用 看看樣子 不知道你看到嗎 整個樣子就是這樣 這條片就來到這裏 下一條片 我會跟大家直接示範 這個麥克風 究竟好不好用 比較一下 我們平時的普通的 跟機的咪 和這個唱機神器 究竟分別在哪裏 為何要特別玩咪 還有下條片 我會分享一下 我平時用什麼APP來唱機 來玩個人的唱機 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 還有記得訂閱我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嘩 不過我現在的手機 尾圖APP拍片都很厲害 為何可以這麼快 我的臉 神經病 嗯 膠的膠性 不過還是 不會用正常常的那些 免得嚇壞大家 神經病 有時候收拾我 都拆了出來 拜拜 神經病